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王老师的介绍 因为下午都理解 因为我们当年也是从学生过来的 下午的这堂课是最容易犯困的 如果我希望我在讲的过程里面 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交流 我今天的这堂课我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由我来讲 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些案例 然后我们的一些实践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提的一个新的一些框架 但是这块刚才王教授讲的 我个人认为有点谬赞了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在座每一位都是学经济学 学金融科班出身的 我是其实是学数学 学IT出身的 然后偶尔学了一下经济和金融 所以很多的理论各方面还不是很完整很完善 但我肯定会给大家讲我自己的一些实践的一些感受 然后下半场呢 然后站起来一下 这是我请到的这个 我团队的这个同事 然后呢 胡道远 胡博士 他 对 然后胡道远 胡博士呢 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然后清华大学 电子学系毕业的 然后现在一直在 也在从事这个IT这块 他待会呢 会给大家重点会讲 就是 区块链 区块链的理论 实际 应用 然后包括托听经济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是值得大家 也非常用心地去 去听一听的 所以我想 今天的课程我们 分成这两大部分 而且我 我刚才跟那个王老师有交流啊 就是 咱们在座的每一位 大部分应该都是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 我想就是说 今天的课程里面呢 然后 因为IT的内容会涉及到比较多 然后我希望大家仔细去听 然后听的过程里面呢 有任何问题 你随时可以打断 然后随时可以交流 然后我认为 因为我们自己的 这个学习 当年的这个 做学生的 学习经验来 来看的话 就你在听的过程里面 你把这些问题记下来 回去再不断地去 深入地思考 然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的一个知识上的 一个互补 所以我觉得 既然开了这门课 然后 叫金融科技 然后我觉得 在这种每一位 金融可能没问题 但是 在科技的理解上 可能需要大家 进一步地多花一点时间 然后跟着我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思路 然后咱们开始 接下来课程 好吧 然后今天我的 我名字呢 是叫 基点来宁 然后新时代科技经济学 这是我们自己提的 然后 然后 我想 首先呢 我刚才那个 就是王教授 跟我介绍了一下 我自己 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 我第一个角色呢 是一个创业者 所以我讲的每个内容 都是我们自己的实践 然后 我不会给大家讲 我外面的一些东西 第二呢 我们也是投资人 就是 就是创业者呢 他是一个纵向 他会看得比较深 然后投资者呢 他是个横向 他会看很多 所以这中间 一横一纵 他的角度都不一样 然后同时呢 我自己也是个研究者 然后呢 我是在 世界500强 Oracle Google都工作过 所以 在这块 然后也取得了一些 小的成就吧 所以 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 这个感受 首先呢 我想给大家讲个 从案例开始讲起啊 我想问一下 在座有 在座的这个同学啊 有谁有股票账户的 请举下手 一位 两位 那还不少 有海外股票账户的 请举手 我看女同学都举手了 对吧 对吧 然后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看到这个曲线 这是2017年的10月份啊 然后这块呢 是2017年的12月份 大概只是 两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这个公司的 股票价格从三块钱 最高涨到了三十几块钱 接近三十块钱 有没有人知道 这是哪家公司啊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乐视不是 乐视是反向的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再给大家提供点信息啊 就这家公司呢 是在中国 互联网市场上呢 是排名二线的 比较靠前的一家公司 在美国上市的 谁 去电 不是 刚才有人讲 是哪家公司 还有谁 360 不是 还有谁 还有谁 没有 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个正确答案 有没有人能够大胆地喊出来 有没有人知道 那我再给大家提供点信息啊 就这家公司呢 它的实际控制人呢 是这个 互联网 因为我 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位 既然要学金融科技啊 其实做金融科技的主力军 是互联网公司 所以对互联网的液碳 可能要有一定的了解啊 要有一定的了解 这也是指 大家值得去学习一个地方 它的实际控制人 最大的股东呢 是互联网里面 一个传奇人物 然后也拥有了一家 也拥有其他的 它也称之为是 互联网里面的一个戏 一个戏别 有没有知道 大家仔细 跟我的思路 大家仔细思考啊 对 还是没知道啊 好 然后我再给他讲啊 我再给他讲 我再给他提个信息啊 再给他提一个信息呢 这个公司呢 的创始人呢 是我胡乱老乡 当年是从这个美国 然后归国回来的 斯坦福的博士 当时回国创业的时候呢 当时回国创业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他拥有一项非常强的技术 叫peer-to-peer 就是点对点下载 不是这个金融里面的 那个peer-to-peer网贷啊 谁 谁说的 薰蕾是吧 好好好 给他点掌声 好吧 好吧 对吧 终于猜出来了啊 第一重猜出来的是 代表你关心这个海外市场 对吧 然后第二重猜出来的是 然后你对这些海外公司里面 前面 然后排在第二梯队的是 有哪些公司 他的公司的这个股权结构构成 什么样的 你心里有数 对吧 第三层面上 然后呢 这个能打出来的 代表你肯定是 经常用它下电影 开玩笑 开玩笑 对 然后我再给大家 再给大家讲述这个过程 这里面 这个案例 我这块是给大家 再讲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其实代表着 当前整个中国互联网市场里面 发生的非常巨大的一次变化 里面既映射到了金融科技 也映射到其他业务 这个人叫周胜龙 这个创始人叫周胜龙 然后他是在上一波 互联网大潮的时候 从美国回来创业的 创业呢 就因为他这样的 点对点的下载技术 所以 当年在PC互联网时代 这个电脑时代 大概拥有了6.5亿用户 和4.5亿用户 然后月活接近6亿 是互联网当时 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 但是这个公司 出了点问题在哪里呢 他没有抓住下一波大的浪潮 就是我们整个 整个互联网从什么 从PC互联网 向移动互联网转型 尤其是2007年 苹果推出iPhone之后 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 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兴起 这个公司就被 这个浪潮所淘汰了 也不知道 淘汰了 然后就变成失落的一族 他在苹果上面犯了个致命错误 然后被苹果下架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上去 在安卓上面也只有一个 用户量过千万的这么一个产品 跟他在PC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听明白了吗 他已经被这个 因为技术的演进 导致一个当年做得很好的公司 一下子就被淘汰了 接近淘汰 然后这帮创始人呢 咬着牙 2014年准备去美国拉斯达克上市 但第一次上市 因为从PC互联网时代 到移动互联网时代 他的日活月活收入一直往下走 第一次上市失败了 后来他拉了哪个大脑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 有谁知道迅雷是 谁是他的实际工作人 有没有谁知道 雷军 好 说对了 给大家点掌声 这叫什么名字 自我报个名 对 好 就这里面 我想大家之前得互动 这一下子你会发现什么情况 这一下子 后来拉了雷军 因为雷军觉得 他这个下载还是有价值的 然后把雷军拉过来 知道雷军入股的这个公司 雷军成为36%的股东 我忘了数据是多少 大概三十几是他的股东 因为有了雷军的背书 所以他顺利地在美国上市了 上市之后的价格是10块钱 雷军入股的价格10块钱 一直跌跌跌跌跌跌跌到现在 跌到2017年的10月份3块钱 雷军被声套70% 因为这个下跌的过程里面呢 然后雷军也受不了 然后于是开始说 训练你要转型啊 你不转型不行啊 转型 其实每个公司都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转型的需求嘛 对吧 你凭什么转型 你往什么方向去转型 你能不能转型成功 对吧 这都是围绕着每个企业家 所面临的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在它这个转型的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当时从腾讯的云计算 挖了一个CEO叫陈磊 把陈磊挖过来 担任迅雷的CEO 陈磊在迅雷下面设立一个公司叫网星 具体什么名字 这个名字大家不用记啊 大家听清楚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设立一个公司叫网星 当它设立这个网星公司之后呢 网星公司是干嘛的 大家有人知道吗 是做什么呢 因为它要转型嘛 它在想 我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它的核心优势还是它这样 PL to PL点对点的下载的技术 对不对 它为什么能下载这么快 就是因为 然后它把 凡是拥有迅雷种子的这些电脑的流量和带宽 全部打开 大家共享下载 这就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创新 它就想 我能不能凭借这样的一个技术 来做我的整个转型呢 它当时做了个想法 就是什么想法呢 我开始做一台叫智能路由器 我把这台路由器放在咱们每个人的家里面 你只要同意把你的带宽分享开 然后把你的这个存储 然后共享一下 然后它无时无刻就可以帮你挣钱 它当时做了广告叫赚钱宝 就帮你挣钱的 然后智能路由器 大家觉得这个事儿能做成功吗 能不能做成功 那摇头的 我想问一下那个同学 你觉得为什么做不成功 隐私是吧 好 还有谁 可以是吧 有谁认为可以 或者不可以的 请可以直接站起来回答一下 有没有人 那我跟大家讲 它既可以也不可以 为什么它既可以也不可以呢 从商业逻辑上 这个事情是OK的 是顺畅的 但从另外一个事情上 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呢 当它这个路由器的量不够的时候 大家听懂了没有 当它这个路由器的量不够的时候 它形成不了巨大的带宽的资源的利用 它就没法形成对最终客户的销售 听明白了吗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A股有个公司叫网速科技 那个时候抓住了大数据的时代 抓住了在骨干网络上面 然后这种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讲的通俗一点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比如像 什么叫流量 什么叫流量啊 就是 它就相当于我们的交通一样 当北京市 咱们处在五环外 当五环外开始出现交通拥堵的时候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北京城里面肯定是堵得水泄不通了 所以当时的时候 A股的那家公司叫网速科技 采取了个什么方式呢 就是修桥大路 把路扩宽 把关键节点的路增大 然后光是增大 我就开始另外收费 所以它当时是一个涨了二十倍的大牛股 迅雷的希望是什么呢 它不想 这种修桥大路 它开始怎么样呢 智能化地把每个街道里面 就把北京城里面 这种每一个小巷子里面的这种道路 给它综合 按照时间 按照空间 给它重新很好的调度起来 来满足这么一个相应的 这么一个流量的大幅度的增长 然后它这种模式的成本为零 网速科技的成本非常高 当时是这么设想的 这个做成的非常牛啊 但这个事情做成有个什么潜力条件 大家知道吗 对 说对了 我们给这位同学点掌声 好吧 这个鼓鼓掌有利于大家不犯困啊 好吧 然后为什么 因为一个潜力条件是 我必须要千家万户里面 全部部署这个节点 我才能够形成一张 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么一张 完全因为大家贡献而形成的 CDN网络 用术语来讲 CDN网络 迅雷从2015年一直推 推到2017年 推了接近三年的时间 最后卖了多少台 卖了五万台 大家知道为什么只卖了五万台吗 我告诉大家什么原因啊 是因为每个人的家里面都有现成的路由器 然后当迅雷是因为卖出去之后才给他钱 然后长长 那个长期看不到现金收入的时候 而且没法都不知道这个钱从哪取 从哪获得 所以用户的这个使用性 积极性 是非常非常不高的 大家听明白了吗 后来呢 后来 到了2017年的10月份 这时候迅雷的CEO陈磊 发现一项新的东西很有意思 大家知道叫什么 对 叫区块链 对吧 叫区块链 它开始怎么样呢 它开始 因为任何事情有好有坏 我们只是讲技术本身 商业模式本身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bug 有各样的调整 我们 每个人咱们做研究的时候 肯定是要去搞清楚中间的核心的原因和因素 等会儿 胡博士会给大家详细地讲一下 这个区块链怎么构成 怎么来组建这张网络的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讲一下 商业模式上的变化 它做了个什么事情 大家知道吗 它开始在互联网上 然后发布了15亿个迅雷的念课 简称Talking Talking 接下来呢 针对每个购买迅雷这种智能路由器的用户 开始怎么样 根据你在线时间的多久 然后给你发放这个什么 发放这个Talking 就有点相当于挖矿的矿机一样 你凡是分享了一兆的带宽和一百计的空间 然后存储的空间 它就给你按照时间来给你发放这个念课 你可以根据这个念课拿来怎么样呢 拿来兑换虚能上面的所有服务 然后你可以在海外的交易所上进行交易 有可能能变成真实的美金 这是个非常大的编码 念课一上去的时候价格就开始冲得非常高 然后一下子带来怎么样 带来在京东上面接近两个月 2017年的10月份 当时的订货量超过多少 超过一千万台 11月份超过三千万台 12月份量还在增加 大家知道中国有多少网民吗 在京东在所网络上预约的全部已经到了这么个预约量 大家知道中国有多少亿家庭上网吗 有没有知道 两亿是吧 3.14个亿 就家庭上网的连接的这个网络 三个多亿 大家听明白这个数据了吧 一千万加两千万加三千万是多少 是接近六千万 对吧 六千万占到整个中国家庭多少 占到五分之一了 同时假设六千万家庭 每个人 然后共享十个季的存储 然后每个家庭共享 然后一兆的带宽 它是多大个带宽 有没有人给我算出来 有没有人给我算出来 我只能告诉大家 如果这个带宽充分能够被卖出去的话 大概价值六百亿人民币 这还有个销售问题 但它成本是多少呢 成本几乎等于零 这是这个事情的最大的核心 互联网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用处 事情在哪里 大家知道吗 第一大核心就是货客 你的货客成本 比拼一个互联网公司好和坏的核心 就在于你怎么样去 就你货客成本到底是多少 然后区块链 它是一个技术 加上它上面的这么一个经济生态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大家知道吗 它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它解决了一个叫做货客的问题 每个持有token的人 然后它是进一步的 然后来帮你去抓取其他用户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 随着你练 随着你这个练客的价格不断上涨 更多的人进入 然后同时随着你上面的 然后存储的越来越多 然后也更多人的进入 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也许也会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这就叫talking经济 这是这个事情里面的核心 因为有了区块链 可以精准地把你 分享了多少的带宽和流量 这么一个精准的 唯一的度量出来 当它唯一度量出来之后 它就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的 数字资产 进行数字资产的确权 大家仔细听明白啊 什么叫确权 当土地被确权了 就拥有了流通和交易的价格 当你的数据被确权了 它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同样 可以流通和相应的交易 可以流通和相应的交易 接下来 接下来 但任何一件事情啊 好景都不会太长 首先出现什么事情呢 一个公司内部 在转型的时候啊 有的人偏左 有的人偏右 对吧 左中右 都有三类人 陈磊是非常激进地推这个事 但训练的创始人周盛龙同志呢 他的认识可能没那么深刻 他相对偏忠信 同时呢 在他们公司里面呢 管法务和风控 然后有一帮人呢 又极其保守 这个时候人民银行开始 因为你发行的念课 然后经常把他法务和金融的人 抓过去问 说你到底在干嘛 你这个事不能干 然后下午都不行 下午都不行之后呢 公司里面发生了非常大的纷争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都发生了 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斗争 这是任何一个 走向创新过程里面的企业 所面临着弊案因素 对吧 这是一个 接下来 人民银行 一月份 然后就开始打击这个事 去年赶紧发了个公告 说 重生念课不具备任何货币属性 和炒作价值 不允许对念课进行交易 采取账户实名制 打击非法平台 回归到体系内的这么一个 积分的功能 回归到积分的功能 这是这个事情的 然后核心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它从五万个终端 增加到了六千万 假设五千万个终端 大家知道这样网络的价值是多少吗 是一千倍吗 对 说对了 我们给这个同学点掌声 好不好 然后这里面有个叫网络效应 也叫梅特卡夫定律 等会儿给它讲 当网络节点数量增大一千的时候 它这张网络的价值是增加了一千到二次方 这是这个事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我这个东西给大家基本上给大家讲完了 就是这个案例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仔细听 这里面我给大家表达了几个什么意思 大家仔细听 这总结的东西比较重要 敲黑板 第一 任何一家公司 如果在技术领域 在互联网领域里面 你很难把一个壁垒 保持十年二十年 当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浪潮到来的时候 你当年的优势有可能一文不值 我在讲个举段 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去硅谷的时候 正面 你去Facebook 正面是Facebook 绕过去你知道是哪家公司吗 是叫San Michael 太阳微电子 还有谁知道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在1999年的时候 那一轮科网泡沫的时候 做的是叫网络计算机 当时市值到过2000亿美金 2008年卖给我的前东家Oracle了 那个时候只有76亿美金 大家知道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一轮一轮的技术到来的时候 你要寻求转型的时候 你要 核心是什么 你还要围绕着你的核心优势去转型 虚拟围绕着什么 围绕着它的点对点的下载技术 这是第二个 然后同时 抓中了 然后区块链这么一个新的机会 就新的东西 跟核心优势 怎么去结合 核心要构建出来商业模式 如果没有商业模式也没用 对不对 这是第二 第三 第四个 在任何的创新过程里面 不是每个人 每个机构 它的认识 都是同步的 你可能在前面 别人可能在中间 还有在后面 这是一个 第五点 在做创新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的初心是什么 就是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最后决定了 然后你能不能生存 这是这个事情的核心 所以 我给他讲了 这个案例啊 我给他表达了这么几点核心的意思 供大家去 去进一步的 这个 这个 去 去思考啊 接下来呢 我在 这是第一个 一个案例 第二 整个技术 演进的脉络 这是我自己的总结啊 然后包括现在的 为什么说 叫基点到来的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为什么说 基点到来的一个大的趋势 我从我自己的经历 给大家分享起来啊 我是2009年 进入到中国资本市场的 当时我那时候最早在 在两家 设计500强 当我进入到资本市场的时候 我为什么做这么一个 大的决定 背这个包从北京 跑到上海 当时我发现一个事情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 那个时候的 整个科技股的市值的占比 大家知道才多少 那时候科技股的 科技股加医药股的占比 占到70% 但是2009年 创业版刚刚开 还没开那个时候 还没开 我近来说还没开 当它还没有开的时候 科技股的占比只有1% 医药占比1.64% 传统行业占到百分之九十几 这个时候 我当时的第一直觉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进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的空间至少有40倍 然后单个公司就有可能100倍 是不是 所以当时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我进来进入了中国资本市场 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时候呢 那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跟当前是非常相似的 只是当前和当前的情况 跟2008 2009年的情况 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也有相似之处 这什么意思呢 2008年当时是什么时候 大家还记得吧 叫什么 对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 在内伦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在内伦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大家仔细听啊 在内伦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然后中国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 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大力地推战略新兴产业 推创新驱动 包括当时发放了 因为首先的时候 发放了第三代移动通信的牌照 大家记得吧 因为有了第三代移动通信的牌照 于是移动互联网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联网 才真正起来 那是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契机和窗口 当时温家宝跑到无锡去视察 然后提出了一个互联网的概念 就是说无处不在的 大家可以看到 无处不在的R5D 无处不在的传感器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 对吧 从那个时候 包括我们的手机开始 因为iPhone的出现 变得越来越智能 iPhone的前提条件 就是因为数据开始变成主流了 就数据开始变成主流了 所以这是当时发生的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2009年 到了2010年 我那时候正好入行 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报告 叫云计算是未来三到五年的技术革命 为什么这么写 是因为我发现 数据量几乎暴躁性的增长 计算对计算和存储的要求 越来越高越来越大 大家想想 越来越高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 导致整个IT的建设模式 发生非常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给大家再强调一句 因为当前是个什么情况 当前就是 是一个又有点类似于2008年 什么意思 金融行业 地产行业 然后当前会高度的收缩 然后但是科技创新 会大力的去推动 所以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位 然后一定要高度的去 去变成一个 复合型和跨学科的人才 听明白了吗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包括李院长 包括王老师 为什么这么用心地 给大家准备金融科技这块 我觉得大家仔细去 客户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我就需要大家好好去听一下 因为对你来讲 你在想找一个金融机构的难度 会比以前要大得多 但你如果对技术这块 有一定的自己的见解 你去找互联网公司 有可能会取得 比你去一家金融公司 更大的职业成长空间 所以我想给大家表达这个意思 大家仔细听一下 这是第一个 当云计算出来之后 云计算出来之后 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解决什么呢 它让整个IT的整个建设模式 从当年需要一个一个的 自己搭机房建系统 开始把它所有的软件和服务 全部托管在云上面 大家听明白了吗 全部托管在云上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自己有家公司 叫亿选股 在国内做金融智能证券 这块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有几百万用户 如果我们是在当年 我自己要来做这个事情 我需要建自己的机房 我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存储 我需要来进一步的去雇自己的业务管理人员 我每年的IT投入至少是两千万到三千万 但现在什么情况呢 我把我整个的业务全部托管在了什么地方 阿里云 腾讯云 然后京东云 亚马逊云上面 我按照我需要多少 需要多少 我就提多少的要求 实时的下载和实时的应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然后它让整个IT行业变成了一个服务业 变成了一个服务业 变成了一个第三产业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影响 而且大规模地降低了整个IT建设的成本 整个IT建设的成本 后来到了2012年 这时候我们发现数据量有了 第二 计算和存储能力也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个什么问题 这个数据到底有什么用 这个数据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这个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时我们写了三篇报告 叫大数据时代到来 当时我们还提前地预测了说 大数据会写入国家战略 后来2017年的时候 真正把大数据提出来 当时我的老师 那时候是北大信义学院院长 叫梅宏 然后现在是北理工的副校长 去中央政治局 然后给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然后讲课 这已经过了五年以后了 过了五年以后了 大家听明白这个逻辑啊 任何的IT的产生过程 IT的演进过程 先从通信网络和物理节点的进化开始 听明白了吗 这是第一 第二 接下来再到中间的软件服务和计算 最后通过数据的应用和变化 然后产生一能非常大的一个浪潮 大家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 PC互联网时代是不是这样 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面临这个什么样的新机会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新机会 在2008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了 2008年的时候 当时三大运营商都极其反对 北游在我们隔壁吧 对吧 北游市隔壁吧 在本部的隔壁 对吧 北游大学 当时三大运营商的高管都是北游毕业的 大家知道 当他推动第一代移动通讯到第二代移动通讯 到第三代移动通讯的演进的时候 运营商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大家知道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不愿意对吧 为什么不愿意 对吧 成本在大规模提升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那个时候数据还看不到价值 对不对 给大家通俗点来讲 第一代移动通讯 它解决的是语音的问题 对不对 第二代移动通讯解决了什么 解决了短信的问题 对吧 第三代移动通讯解决了什么 解决了数据流量的问题 第四代移动通讯解决了高清视频的问题 但现在我们面临着叫第五代移动通讯 政府在发放牌照的时候 它内心里面会很纠结的 因为运营商都是自己的亲儿子 对吧 然后看不到新的增点 增加点 同时要增加巨大的什么资本开支 对不对 这它没有好处的 但是通讯行业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的 外部性行业 什么叫外部性 就对其他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它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外部性的效应 当它这条路修宽了之后 然后当它这个速度更快了之后 它结果是什么 它结果是上面长出的花花草草 会变得更漂亮 对吧 然后更多的人来使用这个事情 于是开始怎么样 因为当前中国面临着非常恶劣的外部环境 和内部的防风险的压力 所以科技创新会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角度 你看大家讲个具体事例 刘鹤副总理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排名最后一名的副总理 又管金融 然后又管商务 还管什么 还管科技的副总理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我给大家预计一下 第五代移动通讯牌照的发放 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快 5G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大家仔细听啊 因为我的东西信息量比较大 可能大家很多东西第一次听啊 仔细听一下 第五代移动通讯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家听清楚吗 一代二代三代四代解决什么问题 第五代移动通讯解决了 在之前的每一代移动通讯里面 然后这里面是个基站 就是 这是一个基站 这个基站连接到我们 连接到每个人的手机上面 它最多可以连接多少 连接在这个物资里面几百个 多了之后 就会发生 我自学通讯出生的 叫信道干扰 但第五代移动通讯呢 在这个物资里面布的这个基站 可以连接上万个节点 但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手机 不仅是手机 我们每个人的笔 键盘 眼镜 等等等等 都可以成为连入到这张网络里面的一个节点 听明白了吗 连入到这个网络里面的这个节点 把你手上拿到那个笔 对吧 都可以成为连入这张网络里面的节点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的延时会越来越小 什么意思 我可以远程去控制一个 然后可能在美国的这么一个终端节点 然后最典型的就是 无人驾驶汽车会大规模应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大家听明白吗 第一 带宽在变化 然后基础设施在变化 第二 人工智能的出现 人工智能会变成一个基础设施 来为我们来提供服务 它储存在云上面 比方我们的手机里面的软件会 越来越智能化 越来越可以学习到你的方方面面的东西 比方大家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金融头条 学着学着 比方我的金融头条和胡道远胡博士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推特新闻可能就 一天推的新闻可能只有一条是一样的 它变成你的一个个人的信息助手了 这是第二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数据开始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要开始怎么样 开始确认 哪些数据是你的 哪些数据是胡博士的 哪些数据是王教授的 这通过什么来确定呢 通过区块链 通过把你这个数据 尽可能多地写入到链上 不可篡感 而且要取得所有人的共识 而且中间通过加密 最近大家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段视频啊 谁的视频 就是Facebook的创始人 马克扎克伯格 在美国这个众议院 然后回答所有 参议院 回答所有参议员的提问 他干了些什么事情 他就不小心泄露了 7600万美国人的数据 如果在区块链上面来完成这个事情 每个人的个人信息是个黑盒子 当一家大互联网公司 要来动你的信息的时候 他必须要通过智能合约 然后来跟你达成约定 他才能使用这个数据 否则他就是非法的 而且这个数据 一旦确认的是你的之后 接下来 数据 可以实现 数据和数据之间的交易 交换 这样的话 整个数字资产的世界就形成了 我给大家讲一点 就是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当前又面临着一个 说白了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在整个业内成长速度是最快的 就是因为你踏中了 整个科技创新的风口 现在当前是 当前哪个赛道有可能速度最快 值得大家去高度重视 就是数字资产 这么一个世界 这个机会大概相当于互联网时代的1996年 或者1997年 还很不完善 还乱象很多 基础还不完善 技术还去演进 对不对 对不对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而且整个数字世界的总体的市值 现在是一万亿美金 一万亿美金 大家知道 金融和金融衍生品的世界是多少 是600万亿美金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去高度重视 这件事情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这是一个我想给大家表达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当数据成为资产的时候 衍生出来我们所谈的 叫金融科技 对吧 当数据成为基础的时候 不断地训练 产生了人工智能 当数据结构 开始升级的时候 然后因为区块链 产生了区块链 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张网络 形成了叫价值网络 Value Network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的这张网络 是叫数据互联网 它里面传输的是各种各样的数据 这是因为整个互联网的 源起和基础 所形成的 互联网里面有个协议叫什么 叫TCPIP 对吧 它是一个五层的协议 TCPIP的协议 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是有着非常大的 弊病的 因为它讲究速度 所以我就不管 我发给你的信息是 你有没有说到 我就只管发包 那边的人只管收包 他不管这个数据 是不是来自于真实的发包方 听明白吗 所以互联网上 就会出现像当前这样 大规模的信息的过载 然后数据的被滥用 然后大公司霸占了 大部分的数据的霸权 这是在当前这个互联网上 体现的 但一旦整个数据结构 发生变化了 数据的存储 是加密和安全的 然后数据的交易 是需要进行共识的 数据的传输 是一个点对点 P2P2 去中心节点化的 这时候 里面传输的不再是数据 是价值 当价值和价值 当产生了信用之后 这里面于是出现了 类似的金融行为 这是这个事情的核心 所以 这是我的一张 非常重要的一张图啊 我过去这么多年 吃饭就靠这张图 对 靠这张图 围绕着数据的 听明白啊 围绕着数据的 从物联网到云计算 到大数据 本质上是围绕着 数据的采集 数据的处理 数据的应用 当前 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机会 就是 第五代移动通信的出现 让更多的节点 进入到这张网络上 然后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 然后会让整个的处理 会更加自动化 智能化 第三个叫 数据资产一旦确定之后 我们以后一定要重视数据资产 也许你在长安街有半条街 比不上你 未来拥有某个行业独特的数据 听明白了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核心 这是代表 代表 代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未来 所以这里面 当数据成为资产 数据结构升级 数据作为基础 衍生出不同的方向 最后融合在价值网络里面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就不详细给大家深入探讨 大家记住一本书 叫《浪潮之巅》 《浪潮之巅》 《浪潮之巅》 重要的是说三遍啊 对 然后这里面这本书是把整个IT产业 然后衍生的这么一大 这么一个波浪壮阔的三十年 全部概括了 大家通过看这个事情 然后再反复地去想这件逻辑 就能得出当前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什么样的形式里面 这是我以前在谷歌的同事 吴军写的 我们既然在讲叫基点来临 在讲基点来临 核心逻辑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核心逻辑是什么 互联网的出现 让这张网络上 揭露了多少个终端 二十亿个终端 当移动互联网的出现 让这张网络上揭露了多少个万 多少亿个终端 二十亿个终端 多少亿个终端 四百亿个终端 所以移动互联网的价值 是PC互联网价值的多少倍 四百倍 对吧 现在因为第五代移动通信出现 导致真正的万物互联之后 然后这上面的揭露节点 可能是一万一个 那这种网络的节点是多少 是多少 多少的变化 是两千五百倍的变化 所以这是这个事情的核心 然后 这个时间窗口 大概会出现在 2020年到2022年左右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 为什么可以这么明确地说这个事情呢 第一是5G牌照的发放 第二是因为摩尔定律 然后计算机和性能的演进 然后到那个时候 相当于之前的 接近一百倍的性能提升 因为每个十八个月 性能就往上提升一倍 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我认为下一次的 下一轮的技术革命 正在到来 中间涉及到几块 几个核心的技术 那个中间谈到 中间提到这个区块链的部分 待会我都留下来 让胡博士来讲 首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这个事情的发展 是经过一个 反复不断的脉冲性的发展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叫《人工智能简史》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50年代 就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 但是为什么50年代 这个不提呢 就是因为当时的逻辑 是希望能够通过 人工智能去模拟人脑 后来发现机器的性能 远远低于一个人脑里面 神经元所构成的 这张网络的性能 放弃了 80年代 日本人开始怎么样呢 开始做出一个专家系统 然后希望 然后做出一个专业级的 这么一个人工智能服务 因为这个日本人很细致嘛 又失败了 为什么在当前 我们看上去 似乎有可能 能解决一定的问题 是因为 三个领域里面的巨大进步 第一 计算能力 云计算的出现 第二 计算核心在升级 计算核心在升级 我建议大家 我不知道这个 中产有没有计算机器 我建议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选修一两门 计算机器的课程 对 选学两门计算机的课程 计算机和网络的课程 这个大家去看一下 计算核心的升级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像 像我跟王教授 当年 可能在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是 是 是 是两千年左右 上了大学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发现什么情况了 当时我们 跟现在条件不一样 我们基本上是 一个宿舍里面 才有一台电脑 对吧 然后大家 凑钱去买这个电脑 通过电话线上网 打的都是单机版的游戏 但那个时候 宿舍里面最 最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 是这台电脑 放在屋子中间 然后机箱盖 全部打开的 为什么 因为学生穷啊 当时的CPU 有两家公司提供 一家叫英特尔 一家叫什么 叫AMD 对吧 AMD的价格 会比英特尔便宜 是吧 只有英特尔价格的一半 性能也差不多 然后只能去买AMD 但AMD的散热量太大 所以大家拿着风扇 对着那个CPU 使劲地吹 是吧 然后南三数 都是光着膀子 带了玩电脑 对吧 我不知道现在的状态 是不是跟以前 不一样了 条件可能好很多了 我这里面给他 讲了什么情况呢 就是在这之前 大部分的计算 都用的CPU CPU是一个点和一个点的 加减乘除与非 听懂了吗 加减乘除与非 但是 AMD公司 有一年收购了一家 叫ATR的公司 做图形芯片的 显卡的 显卡是怎么样呢 针对一些专业领域里面 开始一行和一行 之间的加减乘除与非 对不对 大家肯定学过 这个叫 叫什么 叫高等代数 你们叫线线线代数 对吧 我们数学系叫高等代数 对吧 然后接下来 谷歌又提出了新办法 叫TPU 什么TPU 一个矩阵和一个矩阵 之间的加减乘除与非 对不对 这样的话带来什么情况呢 带来它的性能 相对于CPU点对点的 加减乘除 然后有了 N的二十方倍的 这么一个增长 所以 有可能能解决一部分 人工智能的复杂的算法问题 同时还有专用芯片 这是一个 第二 因为大数据的出现 导致数据量 每两年翻一倍 同时数据的质量 在不断地提升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是算法领域里面的 巨大进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 自然杂志 Nature上面的 封面文章 我是学数学和电子学的 在这之前 基本上不可能 有一篇 大家知道 在Nature上面 发表一篇 封面文章意味着什么 都不用发封面文章 他只要发一篇 专题文章 你在中国拿个院 是没问题的 你知道 是这个高度 是这么一个高度 他弄了一个封面文章 就是叫 深度学习算法 变成了 那一期的封面文章 代表这个算法的进步 非常的明显 这三者叠加在一起 我给大家讲一个判断 我给大家讲一个判断 现在 人工智能的应用 已经可以解决 一部分辅助性的问题 比如像语音 对吧 像听力 然后包括像摄像头 就视频嘛 然后味道 就人的五官所能解决的问题 然后现在机器可以解决了 这叫弱人工智能 对吧 简称弱智 人工智能 开玩笑 然后第二类叫什么呢 叫中性人工智能 它可以解决一些行业的垂直性的问题 这个可能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我们自己尝试着用机器 去解决正确市场的问题 就这些是这样的股票 股票分析研究和投资的问题 这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叫强人工智能 它能类比的模拟人脑 这个至少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人工智能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人工智能的带来的结果是 全世界会变成两类人 一类叫什么 一类叫有用的人 一类叫有闲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考虑 你未来工作里面 有哪些地方 是不能被机器所替代的 比如像你毕业之后 你去到一个银行 然后做柜员 为了不需要了 可能三五年之后就不需要了 银行的网点在大规模裁减 你是个简单的流程上的人 极容易被机器替代掉 一定是有创造力 个性化 然后在设计中 有非常大的一个核心要素的 才有可能 获得比别人更高的溢价 听明白了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区块链我不讲 区块链等会等胡道远 胡博士给大家讲 然后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 大家进入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总结了一下 我们个人认为 人工智能是生产力 它有可能对我们的 现有的生产力 是接近一千倍以上的提升 然后有一个 也是你们中才的校友 叫任泽平 我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然后也是中国的一个很著名的 宏观的这个分析师 宏观的分析师 他提出了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叫什么 叫新周期 但我个人认为 新周期没有任何价值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创新所带来的 巨大生产力的大潮上 存量资产 只能算这个大浪潮上面的 一个小锯齿 小波动 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准 这么一个大的技术趋势 第二什么 第二个 区块链是生产关系 重新定义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 对吧 然后为什么是生产关系 到了胡博士给大家讲 第三 云计算是生产工具 未来所有的IT 所有的业务 所有的都会建立在IT上面 所有的IT全部会上云 第四个是 大数据是生产资料 我们在做所有的决定 判断设计的时候 都是依赖着大量的数据 给你做的相应的服务 第五 第五代通信和物料网 是我们周边的自然环境 最后 软件和算法 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产方式 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产方式 就我们的整个的生产 计算 学习 然后包括教育 现在我们的教育还很传统 重新用软件来定义 所以这里面 我其实是 我们讨巧地用了 这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里面的 这个一些概念 对吧 对吧 但是回头想起来 就这么回事 对吧 对生产力的提升 什么是对生产力的提升 什么对生产关系的重新定义 什么是生产工具 然后什么是生产资料 什么是自然环境 什么来定义了 我们整个生产方式 然后 这一个五角星 在不断地去延伸 不断地进化 然后在每一能技术革命里面 都是这样的 核心有还有几个构成 有四个核心定律 时间问题 我只能简单给大家讲 第一个叫摩尔定律 有谁能告诉我 考一下 有谁能告诉我 什么叫摩尔定律 站出来跟大家说一下 有没有人 好 每个十八个月 算期的处理性能会 进入一倍 对 还有呢 知道了十多月 对 还有谁能补充 我再给你补充一下 答得很好 好吧 给大家掌声 好 好 每个十八个月 讲得很对啊 每个十八个月 集成电路上面 元器件的数目 翻一倍 性能 也翻一倍 同样什么 它的反面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十八个月之后 还在干同样的事 然后你只能值当年 之前的二分之一 所以你必须逼着自己 不断往前跑 不断地进步 所以巴菲特 始终不投科技股 就这个道理 他觉得他买 他买其他东西 始终增值的 他买科技创新 然后买完之后 就是被套牢的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 但还有一个意义 在什么地方 大家知道吗 你现在认为 干不了的事情 也许十八个月之后 就可以干 也许三十六个月之后 就可以干 也许四十八个月 就可以干 也许六十四个月 就可以干 对吧 然后这中间的 性能的计算是 二的n次方 持续往上走 我跟他举个简单例子 我当年毕业的时候 当时我们做 毕业设计的时候 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 我当时跟我一个师弟 两个人做了一个 大概的一个构想 后来没有来 他做毕业设计 我们就在想 利用R5D 然后来搭建一个 无人超市 就现在的新零售 对吧 但那个时候到最后 我为什么没有做呢 是发现经济上的 可用性不行 每一个R5D的价格 那个时候是多少钱 是五块钱 然后贴到这瓶 这瓶咖啡上面 这咖啡才四块钱 对吧 这第一 第二个什么情况呢 在这个物资里面 有上千个商品 但那个时候 我的那个 接收的那个接收器 同时只能跟 十个节点进行通讯 超过了之后 数据和数据之间 会发生碰撞 所以导致做不成 但现在 新零售的核心 就是R5D 然后智能手机 面部识别 然后再加上 后面的这个收音系统 就这么很简单 这是第一 第二 叫吉尔德定律 什么叫吉尔德定律 为了25年 骨干带网的带宽 每六个月增加一倍 其增长速度 至少是摩尔定律的 三倍 就是五环开始堵了 北京城区的 会是五环的 拥堵感的三倍 听明白了吗 第三个叫 梅特卡夫定律 刚才我在讲的时候 我已经给他举个例子了 但不要以为 我这个训练的例子 是随便给大家讲的 里面隐含了很多 你在分析事情上的 一个道理 网络的价值 和用户数的平方 成正比 网络使用者越多 价值越大 它大不在于是 是大的N次方 N的二次方 这个数量的增长 所以我告诉大家 5G和万物互联的到来 这张网络的价值是 2500倍的增加 不是一个 250倍的增加 这是一个事情 25000倍 25000倍 我说错了 另外叫 安迪比尔定律 谁叫安迪 有谁知道吗 安迪是谁 比尔是谁 对 那安迪是谁 叫安迪Grove 是英特尔的创始人 什么意思呢 凡是硬件创造的性能 软件把它全部吃掉 接下来硬件在外前进 软件才前进 始终螺旋往后地往前走 这四个定律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毛主席 讲的四个道理 第一个叫 与时俱进 对吧 第二个叫什么 要把朋友 第二个叫 要抓关键 抓要点 抓主要矛盾 第三个叫什么 要把你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对吧 然后第四个是 事物的发展始终是 曲折的 螺旋上升的过程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一定 要记住啊 要记住啊 这个案例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我讲的不太多 就是 事实上我们现在非常看好 在投资一个项目 整个区块链行业形成了比特币 比特币号称叫1.0 就区块链1.0 这个到时候 胡博士为他讲 后来产生了 然后另外一个叫 以太坊 当年2013年的时候 以太坊的创始人 叫维塔利克 一个19岁的俄罗斯小伙子 就是任何事情啊 大家都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啊 你就不年轻了 对吧 你相对于他离开来就不年轻了 然后当时他跑到这个北大 然后跟我 还有北大的一个 原培学院的院长 叫鄂文良厄教授 还有那个 现在区块链第一人叫肖峰 我们几个坐在一起 然后聊 聊他的理想 他要做一个 区块链领域里面的操作系统 然后聊完之后 然后当时肖峰 拉我在旁边悄悄地说 说一种 那个我 我们刚刚 我刚刚投了他52美金 要不你也投个20万美金 试试 对吧 支持一下这个小伙子 我心里面听完 让我说 这不是俄罗斯小骗子吗 对吧 对吧 然后没看懂 我讲真的 你未来在任何事情上 一定要抱着一个谦虚 谨慎的态度 然后 老老实实地去学习新技术 我这个事情是 在座的年轻人 然后 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对吧 一定要去 去浅下心来 然后 抛弃掉你的原有成见 仔仔细细去学新东西 去年我在遇上肖峰的时候 我跟肖峰在聊 我说 哎 肖总 我说你这太牛了 你当年投的这个 52美金 现在值多少钱 他值20亿美金吧 然后 10亿到20亿美金 哎呀 我说我那亏了大钱了 我说那你这个发大财了 他说 哎呀 我当时也是认知不清楚 我没用自己的钱投 我是用公司的钱投的 所以我就 这个 但未来会有很多机会啊 对 未来还会有很多机会啊 你要知道 以太坊线的市值 是1000多亿美金 高位的市值 是1000多亿美金 这里面呢 是什么情况呢 这里面是 现实环境中 解决不了一个事情 是环境 怎么要进行 全球级别的 环境保护问题 环境保护的核心 就是谁 进行了环境的污染 谁要付费 谁进行了环境的保护 谁要获利 这样的话 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去对等 然后这是从海外回来的团队 通过物联网 通过无人机网络 通过卫星网络 多渠道 采集各种环境信息 给它写进区块链 不可传感 真实 实实 但是有了这个信任之后 这个数据和数据之间的交换 就变成一种 环境领域里面的权力 和义务的对等 有可能去解决全世界这么多年来 然后碳交易无法达成的核心问题 水污染无法达成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这中间的核心 通过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联网络 然后通过区块链的网络 再通过激励每个人 让每个人自主的自发的 然后去保护环境 最后带来整个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和相应的交易 这种实际问题 我不给大家介绍太多 所以总结几点 科学技术的突破 始终遵循着 人类进步的内在规律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共成了生产力和市场关系的相互促进 推动了科技革命和产业 升级的协同发展 数据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的核心 数据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的核心 构成了技术和金融之间的天然桥梁 围绕着数据的交换和劝权 催生了新的价值网络的重构 技术的发展有颠覆的一面 也有融合的一面 金融技术产业的融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一直在演化 一直在不断地进化 不断地演化 我们自己尝试地做了一个工具 我就不给大家做广告了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相应的产品 然后通过采集数据 通过人工智能化 然后通过去匹配市场的需求 希望通过机器取代人来进行投资 这是一个 然后最后 大家给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我觉得听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因为我用了一半时间 另外一半要胡博士给大家讲 给大家推荐几本书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首先我给大家讲了一个迅雷的案例 大家记得吧 当我在给大家讲迅雷的案例的时候 我其实给大家讲了一个技术模式理念的一个互动 衍生出一个新的 有可能是具有霸解的公司 对不对 而且成本激活为零 获客成本为零 对不对 这是一个 但也许它做不成功啊 这个咱们都不知道 但至少它在努力地尝试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商业模式很重要 盈利模式很重要 怎么获客很重要 怎么要用户自己的 然后加入到你这个生态体系里面 很重要 同时平衡公司内部的矛盾 怎么转型 怎么获得监管的认同 很重要 对不对 听明白了吗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 我刚才讲了一张图 这张图很重要 从数据的采集 再到数据的处理 再到数据的应用 衍生出来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A B C D 加上 加上BlackChain 就是用四个字母叫A B C D A是什么 大家回去查一下 回去仔细查一下 什么叫A B C D 好吧 然后当前是什么 当前是第五代移动通信 人工智能的引用 人工智能的引用A是什么 AI 人工智能的引用 然后再到数据的确权 形成一张价值网络 这是一块 然后第二 我又给大家讲了什么呢 讲了基点到来的核心逻辑 是因为我们这张网络的数量 节点数量在大规模的爆发和增加 对不对 这第二 第三个我给大家讲了什么 叫我们提出了叫 新时代技术经济学的框架 因为我们自己的尝试写本书啊 大家可以关注 七月份可能出版 中性出版是出版的 然后围绕着整个人工智能 是什么 人工智能是什么 是生产力 区块链是生产关系 然后云计算是工具 对吧 然后大数据是什么 生产资料 然后5G和物联网是自然环境 软件和算法 重新定义这个事情 对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学习 学义 因为大家现在时间 咱们是研几啊 研一 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学两门课程 一个是什么呢 然后一个是不管怎么样 你或者学一门物理学的概论 或者是数学的概论 什么意思呢 然后帮助大家建立起逻辑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 这一套理论和框架体系 它怎么样用逻辑思维去思考的 因为在这大部分是文科生是吧 学文科出身的 还是学理工科出身 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金融本身没问题了 我觉得大家肯定是金融专家 但同时呢 学一下 然后学一门计算机的相应的概论 帮助大家去思考 然后整个计算机的构架体系 怎么程序的运作体系 互联网的运作体系 首先你建立起一套概念和符号体系之后 你以后在工作中 然后再通过遇到什么问题 在学什么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新时代技术经济学 第三个给大家讲了什么呢 讲了叫技术领域里面的四大定律 这四大定律是我们分析一切事情的 然后看一切商业模式的一个核心啊 对吧 与时俱进 对吧 总结完之后 摩尔定律就是与时俱进 吉尔德定律叫什么 抓主要矛盾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梅特卡夫定律 是统一战线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叫什么 叫安地比尔定律 然后事物始终去曲折 曲折矛盾 然后发展上升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然后再往后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展望 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啊 大家记一下 第一 浪潮之巅 这讲述了整个 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科技发展史 第二本书叫什么 第二本书叫 人工智能简史 流智能简史 然后第三本书 叫 区块链时代 这有一系列的 这是叫万象出版社出版的 就万象实验室写的 然后一系列的书 然后第四本叫智能时代 也是我的谷歌的图是 这个叫吴军写的 叫智能时代 然后至于金融科技的 可能大家在座的每一位 在其他时候都会有 所以这基本是 我们我的角度是帮助大家 今天去认识到了 整个业界的新的创新点 然后认识到了 然后整个这些 你每天耳熟能详之间的 ABCD之间的关系 A是人工智能 B是Blockchain 然后C是 然后Cloud Computing 然后D是Big Data 然后ABCD 这几个事情 之间的关系联系 怎么来的 我就带来理解这个事情 今天的收获就会很大 好吧 我这一部分就先到这儿结束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胡大远胡博士 祝你要不要休息十分钟 好吧 然后再给大家补充几句话 新的时代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充满信心 真的机会很大 尤其对在座的每一位来讲 但挑战也很大 第二呢 激情必须无限 做事情一定要激情 没有激情 很难度过更多的困难和痛苦 第三个 任重道远 今天请来了胡道远 他弟弟叫胡任重 对吧 对吧 然后呢脚踏实地 希望大家一起 一起创 创了包括创业 然后一起投 投生 于此 第三一起干 学习半天 讲半天 到最后 就是要通过实践 然后最后才能证明 你的设想和想法 是不是一致的 好吧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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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